管他是不是真的啊 那我要觉得是假的 那我们得最后 这样听你一回 咱们就有道理是吧 听你一回听我的 行 那这回先听你的 我要觉得是假的 他们会不会说我是脑残 那我其实一直就这么认为 你觉得是 但是你今天给这个机会 你再看看他 你会改主意了吗 好吧 你们俩一到一天吧 要不然你给个痛快话 我觉得肯定是真的 来 那你去 我觉得是我就这样 去 我听你的 我真认为这是真的 我认为你干得出来的事 不爱美人只爱妈 你信不信吧 不信咱问问他 来 告诉我们 你是真的吗 是 是真的 我觉得一点挑战都没有 是 有点意思都没有 他怎么说我们怎么听就完了 就是啊 丽丽群老师 他在戏中扮演的这个角色 真的是不爱美人只爱妈吗 完全可以这样说 是吧 我记得您刚才讲 您演的一个警察局长 他是您下属的一个什么人吧 他后来把我这个警察局长的位置取代 对啊 我听说他演的也是局长 您演的也是局长 我先演局长 然后他把我干掉之后 他就干局长 是在第几集干掉的 第一集 哈哈哈哈 除了马不离声外 不济女色 又是他的另一个性格特点 走 走 很好 你答应我们特别满意 谢谢你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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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七九 好嘞 我演的是一个坏得非常有理由 有道理的这么一个人物 你说的这个妹妹我们问啊 是亲妹妹啊 是表妹啊 是什么妹啊 还是普通里面那 口头有人你妹的那个妹 这个就靠你们自己去猜了 上哪儿猜去 还没播的 我说哪儿猜去 上哪儿猜去啊 就凭 生猜啊 哈哈 说的更有道理了 我觉得他的表现 还不如宋小宝的 他比宋小宝奖礼 哈哈哈哈 最起码他比他顺眼 你知道吗 哈哈哈哈 差不多差不多 就是什么呢 就是 呃 我是一个非常 非常非常正派的一个人 在这个戏里 看出来了 对 你老这么骗你有意思吗 确实是 这个是真真的 很正 甚至别人拿钱贿赂我 我都我都不干 点少 因为我也 我也是在 我也在那个年代 那个警察局里 也是一个队长 急诊物的一个人 等会啊 这个是前任局长 不是 这是后任的局长 他严我手下 哦 你说他手下 对 所以说我对的情况 我比较了解 诶 诶 小室你凭什么 就变成人手下了呢 你不能当局长 那时候他还没来呢 哦 没来 对 还没来呢 啊 嗯 是别人在 在在管我 啊 对 猜吧 你 你在 你什么 你怎么给你整话呀 诶 我想问一下 这个戏里边 你们俩谁的戏多啊 你跟那个宋小宝 你们俩 妈的戏多 哈哈哈哈 说妈肯定比他们俩多 他们俩比谁多啊 沈阳多 哦 沈阳戏多啊 嗯 你说娶这妹妹 这妹妹是你亲妹妹吗 这这靠你猜了 对啊 啊 来我问一下 这妹妹 你们要猜吗 不是难度吗 等会儿 这台上有四个姑娘啊 这是 是不是在他们当中的一个 对 对 有一个是你妹妹是吧 对 那就是六号 喜欢不喜欢你这哥哥呀 其实 按照之前的剧情的话 我还是挺喜欢的 后来发展很多 很多离奇的事 在我这儿算是 完了 跟我爹有关系 然后挺恨她的到最后 赵云本死了 你死了 小放下 冷静点 你还给我杀我 他想杀了我 你知道吗 他最终认得 好吧 在你的身前左右 跑去那个 橘黄色的那个人 咱不算啊 这边是小水扬 这边是乔振宇啊 如果在现实中 你会喜欢哪一款啊 现实中啊 不算我 这问题是你个人爱好吧 我现在是在参加 《非诚勿扰》吗 来不及了 也可以也可以 只要你男朋友同意 我们就选择了 我想完以后可以去爱琴海吗 可以啊 你想去哪个海都可以 可以啊 去北京后海睡醒 综合一下吧 综合一下 那就是宋小宝了啊 我去死海 那得厚索啊 你觉得 我觉得我想问一下 本山老师啊 小水扬这么一个 青春亮丽的形象 演了这么一个反派人物 您是怎么想的 他本身就是 是一个喜剧演员 他是因为喜剧 跟我上了一次 春晚出的名 后期对他这个角色挑选呢 因为是很认真的 他这些年来 是需要有这么一部戏 来改变他的表演 所以说这部戏 对他来讲 应该说是一个 让观众满意的戏 完成得很好